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激烈安,我是一年黄斑 今天我报告是苹果放在糖汤、原巴水里 大家好,我是一年黄斑激烈安 我今天的旧游研究报告是关于苹果和盐水、糖水 研究目的,我想观察苹果要放多少盐巴才是最适合的 糖可以取代盐巴吗? 研究方法与步骤 步骤一,准备工具,我是要苹果杯子算,记住去看盐巴 步骤二,先加入1-50个盐,再加入250cc的水 最后放入苹果,等5分钟和10分钟后取出 步骤三,按进泡时间,几年半容不摆好 观察不同时间,苹果颜色偏壮 颜色研究过程,30分钟前颜色没改变 一小时后,从5时开始变色 再来说4时,3时 研究结果,从5时开始变色 10分钟前颜色,10分钟比5分钟不容易变色 最不容易变色的是一笔 糖水研究过程,刚打起来苹果就有点颜色 10分钟后,苹果持续变色 时间越久,苹果颜色变得更多,看起来越来不好吃的样子 糖,研究结果,刚打起来,就已经稍微变色了 变色速度很快,不同时的糖,变色速度是一样的 研究到变济路,浸泡糖水的苹果变色更明显 所以糖水无法取代盐水使用 研究结论,原来盐巴放硬食的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,泡10分比5分钟更好 最后糖水不能取代盐水 谢谢大家